大家好,繼續整裝待發 繼續有Annie和大家分享 Hello,大家好 今天入戲玉了,和大家分享有關於實際的案例 Annie,如果想要解一下一些型格又好玩的project 有沒有什麼可以分享 有的,如果一些年輕人想喜歡這間屋玩東西 可以選擇一個工業風 例如我們之前有一個project 就用了很多鐵的元素 工業的玻璃 和一些水泥去營造整個屋的效果 這個會令到非常特別 而不是家裡一般很和諧的感覺 它會有很多黑色、灰色去做配搭 用料上也有很多鐵和圓木 放在家裡的設計 那本身做工業風 其實會不會有什麼難題要注意 工業風有的 因為工業風放在住家 其實會令到感覺沒有那麼溫暖 不是每個人都承受得起這種 那麼重口味的東西 但是通常這些會適合一些年輕人 喜歡這間屋非常特別 就會喜歡這件事 我個人比較西化的 有沒有一些西化的項目 可以分享一下 有的 我們之前做過一個project 一個客人在外國回來 他非常喜歡歐式的設計 我們就幫他整間屋 所有的配套 就用歐式的Style去考慮 譬如包括了所有傢伙 雖然他都是以白色為主 但是他會配合了一些花線 去帶出輕歐式的效果 而且他都會用了很多的雲石 白色的雲石 但是有花紋 這個雲石也是非常歐式的感覺 還有就是挺重要的 我們都用了很多盞的冰燈 因為歐式的設計 其實碁燈、吊燈、碁燈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當然還要配合梳化、餐桌、架子 都要整套這樣配合 才能令到感覺出到 很感謝Annie的分享 一連三集 Annie就跟大家分享了 很多不同的設計知識 如果有問題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拜拜 拜拜